光明禅师开示 十四 关键词 佛不是万能的 佛为何悲哀流泪 生死世大 无常迅速 用心改进不要用尽改心 珍惜当下 成就的秘诀就是坚持 一 很多学佛人 一犯错误的知见 认为佛是万能的 成心一旨后 就会万事大吉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佛显示我们的是因缘法 法从因缘生 还从因缘灭 我是大法门 常作如是说 佛不是万能的 佛遵循善恶因果规律 给我们指示指出解脱之路 而解脱全靠我们自己 佛不能把我们像丢石头一样 丢到极乐世界去 一切靠我们自己认识 自己本有一切的佛性 从而勇于承担生活中 一切欢喜苦难 供养三宝 就是供养自己福田 布施乞丐 就是供养自己悲心 而往往供养多 有所求所得之心 一不如意 多声诽谤 推施道心 反而造成恶业 这都是不明佛的证见所知 更有外道邪说 不求正知 追求神通 以为神通就是究竟 愚昧众生 即相堕落恶道 莫法由其魔说 魔群遍布 故佛悲哀流泪 二 生命无常 大部分人要等临死那一刻 才知道开始珍惜生命 这是多么令人伤悲啊 我常想起连诗导师的话 那些他 他们 拥有充裕时间的人 等到临终 才开始准备死亡 然后就满性懊悔 这样不是已经太晚了吗 生死世大 无常迅速 人类最伟大的教育 莫过于对死亡的教育 认识死亡 了解死亡 生死无拘 修行死亡 就是修行解脱 学会如何死亡的人 就学会摆脱努力的命令 如果一个修行人 连死亡的知识也不了解 更不说掌握了 那实在是有亏于修行而自啊 三 在修行中会遇到各种磨难 要用快乐的心感召快乐的事 给你一个不快乐的事 用快乐的心也会改变成快乐的事 用心改静 不要用静改心啊 所以希望珍惜生命 珍惜当下 珍惜佛法 珍惜金刚经 毕竟就是坚持 生命无成啊